而五月天的演唱会把过去的主题再次经典重现 12月31号跨年场是复刻16年前 十万青年站出来 服装 歌曲 大家再次回味 五月天年底连唱九场最高潮 莫过于要和粉丝一起跨年 而这也是魁维五年在台北和粉丝共度这一刻 特别的是五月天将会复刻16年前 十万青年站出来的演唱会 当时才发行第二张专辑五月天演唱会 穿着衬衫T恤就登台开唱 热血模样也将在跨年场经典重现 而回顾这几场演唱会五月天常常都有惊喜 像是压轴用拉扒机来选歌 到时跨年演唱会又会有什么样的特别桥段以及嘉宾 唱片公司卖关子不愿多透露 但没买到票的粉丝也别失望 有部分桥段将会在TVBS欢乐台新闻台播出 要让五月天的跨年演唱会 陪着粉丝共同迎接着值得纪念的一刻 TVBS新闻如同车正详台北报道